我终于来看羽毛球了 这是我第一次来看羽毛球比赛 然后因为所有的比赛画面 我们都是不能够在视频里录出的 所以可能不能像以前的Vlog那样 给大家在我的视频里 我的Vlog里面看我们的比赛画面了 但是我发现这一次的场馆 好像我们的运动员做席 我是看得到也离得比较近的 等一会儿飞飞和黄鸭比赛的时候 我去摟眼看有没有国语的球员在那边坐着 完了完了我已经激动的开始手抖了 我现在需要用两个手拿住我的手机 我今天第一天来羽毛球我前两天在跑举重 我今天第一天来羽毛球我前两天在跑举重 漂亮吧 东平和杨哥在做比赛前的准备动作 天呐 我已经开始嘴飘了激动的 啊 雨菲也要上场了 天呐 雨菲在一号场 雨菲加油 雨菲第一剧结束了21比14 罗道还在给她做场编织道 稳稳的 都听见吧 妈妈 好了 我要去魂采了 哎呦 我的妈 我刚刚忙着去魂采 然后找不到我的本子了 我回到场馆里来找 然后正好一个 应该是志愿者姐姐 拿着我的本 应该是来寻找她的主人 然后我们两个相识一笑 她就知道我就是她的主人 谢谢这位小姐姐 我们刚刚遇到了志愿者 我还操着不流略的英语问她 车站在哪儿 然后结果她问 啊 你可以说中文吗 嘴尴尬 这位可爱的小哥哥 周边的工作人员 好了 好了 谢谢 谢谢 那我们合个影 什么叫连续打跑运记录 我自己扣我自己的记录 我一定是一定 秀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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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我拍拍你 我不敢 我不敢看 我不敢看 啊 妈妈 这张图我一定要保存 六个名字全是她的 超红球 非常歌 超红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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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 hade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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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哥已经变成他们的专属摄影师了 是 不好意思 太棒了 我一定要在这里跟石志勇合一个影 不然我就没有机会了 在这儿 今天的混彩区和新闻发布会 是我获取信息量最大的一天 石志勇太能聊了 我天哪 石志勇尤其是最后那一波 他就是你刚刚当时跟我说 如果说他的这个第二名 那个选手 我举起了199 然后他没有举起198 对他就输了 那时候我真的主张 其实其实前面那一段时间 我就觉得 那就是我们的 有点无聊是吧 没什么意思 就这样掌握在手里 但是后来我就很紧张 我就咬牙签 你这也太凡尔赛了 哦真的有一天 真的是这样了 我们两个紧张坏了那会儿 后来我俩就是手拉着手 心别的心 然后肩便肩 我们一起手舞直到尖叫 然后后来我嗓子就咬了 就整个就是这么的事 就是这么的事 好嘞 现在东京时间已经快要1点钟了 我们终于到酒店了 然后我现在嗓子已经快废了 因为今天在现场给 是这种加油 喊了太多嗓子 然后结束了又去做 赛后的报道 现在真的是没有说话的力气了 然后我现在要抓紧时间 剪我们的Vlog 剪完之后就要抓紧去睡了 总结一句话就是 中国牛 中国队继续加油 我们明天见 拜